黄雨昕参演多部本土剧,颇受观众喜爱,翻设自黄雨昕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女星黄雨昕因演出本土剧时间情而走红,她与开拳道教练刘聪达于2015年结婚,隔年生下女儿小达青,日前又传出怀孕喜讯,全家都满心欢喜的期待二宝到来,但她却坦诚刚得知怀孕是很不开心。 黄雨昕 又一家人感情和乐,翻设自黄雨昕脸书 据中国时报报道,黄雨昕结婚及为人母后,人坚持保有自己的生活圈,戏剧工作持续进行,老公也准备带国家队,但一切却因第二拍的到来而被打乱 她开始钻扭脚尖,怀疑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。更多次向老公说为什么要生这一胎,而最让她难过的,是知道老公很努力做好每一件事,她还是不快乐。 现在回想财经学自己得了产签忧郁症,她也非常感谢老公看见她如此痛苦,温柔地对她说,抱歉让你这么痛苦。 黄雨昕 又,在老公的鼓励下走出忧郁,翻设自黄雨昕脸书,索性这种忧郁情绪随着一次次的产点逐渐淡去,尤其是知道二宝也是女生后,让她更加开心,因她从小就很羡慕姐妹情深,她也说怀第一胎时非常愉快,因此女儿出生后逢人就笑,单亲之前的忧郁情绪会影响到二宝,因此很努力在修补之前的挣扎。 她也透露生丸第一胎,后层产后忧郁,直到老公哭着跟她说,我们现在这么幸福,也有这么可爱的女儿,我们一起努力好吗? 她才走出负面情绪,并鼓励所有有忧郁症状的妈妈一定要把心里话跟老公说,因为她是最亲近的人。